她是出动新年的天爱歌者 歌唱浩瀚宇宙 歌唱漫漫人生路上 世间百万 微博年度男歌手周深 让我们掌声勇请 微博年度男歌手周深 期待已久的微博之夜 她来了 盛典现场汇聚全行业顶尖的人物 集结了优秀的演员和音乐人 他们一起共赴一场年度盛会 恭喜周深在本次微博之夜活动中 拿下了最具分量的一个乐坛奖项 2022微博年度歌手的荣誉 实至名归 周深参与的综艺节目 时光音乐会2 获得微博年度综艺奖 传递出的美好 也让无数人在过去的一年里 倍感温暖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们每一次的努力和拼搏 居然还有我想感言这个环节 挺挺挺挺惊喜的 然后也跟获奖感言的来临一样 非常的意想不到 然后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微博 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 分享自己的音乐 总之我们微博见 谢谢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 我要为大家签晓的 是为了同学 广播演员 请你请大家 爱好我都不聊啊 这几个人 真是 每一个人 我想我有一朵梦的花 种下它 等心呀 我想我会用心守护它 等春夏会长大 我会低过冬双青 是它的枝崖 我会天平黑夜和暗涌 等着太阳 看起来 咱们吃完 他 还会冷静 好 我会上 朝鲜出 我会弄 两天 我会呆 你感到 我会天平的 都不哭 我会有很多 周深的谦逊和微笑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大男孩 他在舞台上永远是开心的 为他骄傲 为他开心 在微博之夜当中 周深演唱了和光同城这首歌曲 周深用温暖的声音唱出了治愈的力量 他从柱子上就这样静静的走来 用声音征服了所有人 现场演绎高音也是绝了 主持人说他的声音里有纯与真 确实如此 何光同性 夜夜中转着热门梦想 风湖不震耽半叹 啊 不愛 離不去 何況通常為你愛了 有你 我在 有你 我在 謝謝 當周深開口的那一刻 不論是低音淺唱還是震撼的高音都足夠的動人 在微博之夜官宣節目單之前 我以為周深會演唱花開忘憂這首作品 後續知道周深要演唱和光同城的時候 也沒有太多的驚訝 上述兩首歌曲的質量都非常的優秀 主辦方之所以青睞和光同城這首作品 應該是覺得和光同城的命題更為宏大 周深一路走來他也曾經有過窮苦的時候 他也曾經落魄過 在這種時刻下周深並沒有選擇放棄 而是奮發向上 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向命運發起挑戰 周深不光在演唱歌曲 他還在講述自己的故事 和光同城這個舞台的打光非常的優秀 給觀眾營造了夢幻的氛圍 當然這個舞台之所以能夠得到外界的誇讚 最核心的原因肯定還是周深共享了優質的演出 確實了 很多直路 有幾個字 對 不舒服 在他是激動的 你是成本的 還inqu meg 我是 lesion 你激動的 我很猛pl 對 了 太可爱了 你看那风说我是 带子哽吟的浪漫 带子期盼的种子 你看那风说我是 带子哽吟的浪漫 宽广的大河 带子八方畏惧的消息 奔腾向前的那家 很多人羡慕周深 斩获无数的大奖 羡慕周深有顶尖的舞台 他们只看到了周深 在舞台上的光芒万丈 他们却忽略了周深 在台下的付出无数的努力 他在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 周深会为没有舞台唱歌而焦虑 他不知道当歌手 是否能够养活自己 周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水平 绝不会放过每一个到手的机会 他这样坚持了许久 终于迎来了蜕变 这一次周深斩获奖项的作品 是花开忘忧 相信等周深的第二张专辑发布之后 专辑当中的歌曲 肯定能够斩获更多的荣誉 之所以对周深如此的有信心 主要就是因为周深 从来都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可能对于其他歌手来说 打造一首热门很难 可是对于周深来说 想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 并不是很大 周深的能力摆在这里 他的演唱可以为歌曲增色不少 如果歌曲本身的质量很高的话 那歌曲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肯定会惊艳无数的观众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